避孕所想 避孕药有用吗? 刘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 避孕药的正确服用是有避孕效果的 但也有避孕失败意外妊娠的可能性 避孕药按照起效时间分为 速效避孕药、短效避孕药、长效避孕药 速效避孕药即紧急避孕药 常用的有单枚佐缺诺运孔长绒片 佐缺诺运孔长绒片的特点为长绒剂型 可以在胃内酸性环境中保持不绷解 在进入小肠后 在机中溶解和释放 因此能够提高药物的效果 减少相关药物副作用发生的几率 该药物的主要成分为佐缺诺运孔 佐缺诺运孔为全合成的强效运激素 从抑制排卵、阻止受精卵、招床等方面 来起到避孕作用 短效避孕药是健康育龄女性的常用避孕方式 它是由磁激素和运激素配置而成的副方药物 通过抑制排卵改变子宫内膜环境 改变宫镜年月的性状 抗招床等机制而达到避孕的目的 长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 抗招床作用而起到避孕的效果 由此可见 避孕药的种类是很多的 其避孕的机制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建议有避孕需求的女性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 在服用避孕药的时候 根据药物说明书使用 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不可盲目服用 正确服用避孕药是有避孕效果的 但也有避孕失败意外妊娠的可能性 在服用避孕药时 应该根据药物说明书 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不可盲目服用 目前常用的紧急避孕药 有单位佐缺诺韵铜肠绒片